风铃 我的后山打坐去了 单独攻心 走火入魔 干什么干什么 放给我 放给我 我要杀了你 走 放开我 娘 娘 兰儿 娘 兰儿 老实点 兰姬 你与凡人婚配 生下逆子 触犯天条 陛下下旨将你永世押在摇山之下 以示成见 兰姬 你若反抗 你的一双儿女也难逃罪责 兰姬 兰儿 娘 娘 兰儿 女儿 走 兰儿 あ 铁儿 乖儿 娘 娘 尖儿 是娘对不起你们 是娘对不起你们 いや 娘 兰儿 兰儿 娘 娘 不要再找娘 好好照顾妹妹 娘 娘 你别走 娘 娘 是天地害死了娘 保重 我还要保重 读解了吧 感觉如何 少管些事 要不是风铃跟我说 这单独会让人走火入魔 要用大量清水才能解毒 我想管也管不了 我跟你说 这个丹药呢 是我拜师的时候老头子给我的 说是可以用来修炼 提升修为 但风险极大 一年只能吃一颗 我也只有这么一颗 但我在你那儿看到你有一整瓶 你真的那么想提升修为 连命都不要 好 放心 我会给你保密的 但可不是每一种单独 都可以用水来清除啊 你下次可没那么好运 别以为救了我 就可以对我指手画脚的 你的生死 我不感兴趣 你下次死远一点 我保证不管 是为了某个人 才不惜冒着生命危险 提升修为吗 这一点你跟我很像啊 潘石 这老头子让我修心养性啊 我都修了一个月了 一点进展都没有 每次去找他他总是爱理不理的 我还以为这自省时有什么特别呢 也就是一普通石头 我觉得老头子在耍我 他就想我在这儿蹲个四五年 潘石你听我说啊 修行之路漫漫 动辄啊数百年 你呢也别太着急了 说不定很快就能找到你的方法了呢 杨岚 你对他了解多少 好啊你个潘石 我还以为男人耗色 没想到你一块石头也这样 我就说你这两天看他眼神都不对了 你不会真生气了吧 我 我才没有呢 我才不要跟一块石头计较 哎 我觉得杨岚呢 来万空山一定暗藏玄机 他到底有什么经历啊 杨岚啊 说到他呢 得先提到他哥哥杨岩 二十年前呢 他们两兄妹一起返天 他哥哥半天之内 就把十万天兵全部消灭了 哎我跟你说啊 情况紧急的时候啊 他哥哥离天地只有百丈的距离 不过后来圣尊出手了 他哥就被招安了 九天门大战杨岚也在 对啊 他从小就跟哥哥在一起 他哥招安之后呢 他就被封为了蓝山圣母 之后啊 什么时候离开了关江口 没有人知道 后来也没有去过蓝山 至于林云师叔 为什么收他为徒 也没有人知道 哎我问过师叔啊 可师叔每次都拿话堂搜我 哎 还师啊 你不觉得杨岚这个人 挺奇怪的嘛 之前啊跟他哥哥返天 现在呢又无缘无故来到我们万空山 平时啊古里古怪的 我跟他住一个屋啊 都没有说上几句话 他还常常夜不归宿呢 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做什么事 想想都觉得这个人好恐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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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